诶 这次地象之宴结束的也太仓促了吧 而且现在也没传出谁是圣者 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万大师和他的弟子了 那可不一定啊 那晚在醉风阁里 上官世家的公子和他的朋友也不烦呢 说不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呢 我看这次地象之宴和往年不同 可能还真有惊喜啊 小姐 你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就是觉得太平静了 平静 我们不每天都是这样吗 唉 就怕 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啊 地象之宴结束了 这眼叫那群人也搬走了 以后又是咱俩互相看脸到天亮的日子了 哼哼 怎么 你还嫌无聊了 要真遇到秦妖娆那样凶悍的人 你怕是想赌啊 都来不及哟 这秦妖娆再厉害 还不是屈服于我们城主的威压下 这东盛神州还没几个感觉 那 那不是城主之前 让通缉的阴阳学院的阴雨吗 还真是 他找死啊 居然还敢回来 喂 他身后那又是什么 呃 站住 我们要进城 麻烦让一下 哼 地象之宴已经结束了 黑雁城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 赶紧滚滚滚 哼 之前放你一马 你还专门回来送死是吗 啊 哈哈哈哈 唉 是啊 所以谁敢拦我 我就让他一起陪葬 十万八千剑 什么情况 有人在外面打斗吗 好像是城门传来的声音啊 会不会是有人攻城 瞎说什么呢 谁敢来黑雁城撒野 是啊 太奇怪了 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不营业了 安抚一些客人 我们一会儿直接回城主府 是 万大师 每年我们城府大镇的维系 都让您费心了 唉 能为黑雁王效力 那可是东圣神州地势一道的荣誉啊 万大师不必谦虚 城府镇势固若金汤 可都是靠您出力完成的呀 这东圣神州的地势 若有排名 您绝对名列前茅啊 哪里哪里 不好了 城主 不好了 何事这么慌张啊 叶宇 叶宇 叶宇他在城门 他打伤了守卫 说要城主出来见他 比放了师姑娘 哼 留他一命是城主仁慈 竟然还如此嚣张 派几个族中神通境的地势 去把他抓回来 是 就凭那个小子还想见城主 城主 城主 城主不好了 又怎么了 叶宇他 他一路打进黑雁城了 说如果城主不放人 他就毁了整个黑雁城 什么 这 黑雁城中也有我们不少守卫啊 叶宇怎么可能 叶宇 城主 让我出去看看 这矛头小子到底哪里来的勇气 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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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主不好了 叶宇 叶宇他 打进来了 黑雁王 老匹夫 走 滚出来 竟敢 如我城主 你 叶宇 你敢 叶宇 叶宇 我定叫他血战血城 叶宇 叶宇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还敢来闹事 我只问你一句 放不放人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今天别说放人 你也别想活着走出城中府 不放 那你们可别后悔 哈哈 一个天人精的四重的矛头小子 拿着我的剑要五扬威 昏不昏了 我现在就让你后悔 温大师 来得好 温大师 境外损伤过半 怕是废了 这老子身上没有丝毫强者的信息 但为何出手如此可怕 叶宇又是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帮手 敢问阁下是何人 还我回来 就算是强者 也应该有起码的尊重才是 我为你驱除暗籍续命 你却暗中软禁我的人 黑暗世家这种做法 还值得世人尊重吗 叶宇 这其中有误会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有没有误会 我等会儿就告诉你 随时准备启动阵势 城主 阵势一旦启动 可能又要耗费数月才能恢复 万大师现在又 一方万一 叶宇旁边那个人不好对付 是 叶宇 我有意放你一条生路 你却不珍惜 原本我们是不用走到这一步的 我也没想到 人心远比我想象的更险恶 你现在将静一 恭恭敬敬地请出来 我或许会饶你一命 守我一命 当年不惨 前辈 靠你了 这黑魂怎么还不出手 刚才不是还帮忙了吗 好强的威亚 光是侍奉出事 都已经有极大的压迫感 叶宇 就算是天子 拿着再高级的武器 在绝对力量面前 都滴乖乖低头 奇怪 我感觉体内天书的力量 好像在变化 让我低头 下辈子吧 这小子 不过天人间而言 怎么还能抗衡我的大师 前辈 还不快出手 你的魂就在他们手中 怎么可能 还我回来 忠主 居然这么轻松就击败黑雁王 前辈的境界 他死不了 是什么 难道还在法身境一伤 他竟然一拳就击溃我的功法 快 开启大阵 这是会彻底封进你们的灵力 束手就前吧 什么 妈 还我回来 城府的地象镇 维系了那么多年 竟然被毁了 黑眼城百年级夜 完了 叶宇 你 欺人太甚 这是我黑眼世家维系多年的阵势 你竟然 现在被打败了 说我欺人太甚 忘了当初你们怎么欺软怕硬的对我的呢 我再问一遍 他在哪儿 他不在这儿 黑眼城还有不少你们的族人 你不怕我 住手 小姐 秦宇 太爷爷 叶宇 师姑娘已经被古时家的人接走了 你现在追还来得及 你说的话可信吗 你如果不信 我可以带你去 我 我可以带你去古时家 只要你放过他们 放过黑眼世家 好 太爷爷 你没事吧 秦宇宇啊 秦宇啊 黑眼家毁了 叶宇宇啊 秦宇宇就不信 到了古时家 还奈何不了你们 天术 天术 又不受控制了 前辈 随我去取回你的魂 叶宇 你今天借了把锋利的剑 毁了我黑眼世家 不怕真相揭露后 这把剑反过来杀了你吗 不劳费心 你欠我黑炎世家的 我一定会找你讨回来 行 我等着 静音 你醒了 你还记录我是谁吗 滚 如果不是你私自逃离 要和那个交易语的暧昧不亲 我母亲怎么会生气将你囚禁在此 静音 你原本已经与我有了婚约 你的言行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古世家 星辰哥 直到今天 我才算真正认识你 不用再废话了 除非让我见到我父亲 否则我不会任由你们摆布的 你现在被黄金中所欠 能做什么 难道你还身为叶宇那个废物来救你吗 他不是废物 就算他真的来了 我也会让他变成废物的 你 别挣扎了 黄金中是圣器 因为抗拒 只会让你自己受伤 卫金子 那又怎样 反正很快 你就不会记得这件事了 那儿来的香巴佬 到这儿看风景来了 哎 这里是古世家的地盘 万人不能随意靠近 你有什么事吗 顾星辰 滚出来 小爷来找你算账了 混蛋 竟敢回我古世家拍饼 谁人带子撒野 顾远望长老 顾长老 您来得正好 这贼人想闯山门 还声称有间顾少爷 顾长老 黑燕世家的家主 顾长老 就是他诱骗石小姐私奔的 他毁了我们黑燕家 逼迫我为他领路 你就是燕羽 不愧是黑燕家主 这剑锋使舵的本领 我是自愧不如啊 这矛头小子不过天人界 就能让你们黑燕世家 如此狼狈 不 是叶宇身后那个帮手 他可能是法德纪强者 实力深不可测 你们要小心哪 你是顾家的人 世人皆知 顾师两性为一家 早已不分彼此 所以劝你最好别再妄想破坏 我两家的情谊 现在离开这里 我还能留你一条贱命 说得真好听啊 如果真是一家人 静一的父亲怎么会失踪 你们又怎么能将静一软禁起来 石小姐被软禁了 这是真的 怎么可能 我们顾少爷和小姐是天生一对 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才在这里造谣生事 我最后说一次 不走 死 我也最后说一次 见不到静一 就算是古世家 我也要毁了他 我看 你是活腻了 真的是法德纪的力量 长老手里的 可是古世家的法宝啊 竟然被那个人一掌挡下了 我在这 休想踏入古世家一步 静一 已经顺利回到古世家 现在只差最后一步 你就可以得到先祖传承了 是 我不会让母线失望的 你是为了古世家 更是为了你自己才这么做的 而不是我 明白吗 是 我明白了 不好了 顾夫人 那个叶宇 带了一个特别强大的帮手闯山 非要见施小姐 他不过阴阳学院 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弟子 能有什么帮手 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那个帮手 好像是法则境强者 长老此时 正在和他们苦战呢 我去看看 你留在此处守好祠堂 母亲可是 成败在此一举 不容有失 你现在已经达到神通境 施敬仪还在祠堂 你们两个人是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 不可以出任何意外 是 长老 顾长老 你没事吧 把路让开 否则你们必定会后悔 顾世家岂能任由你们进出 快叫你旁边这人停下 你真的以为我们毫无办法了吗 有办法就拿出来啊 光好有什么用 这黑魂出不出手 我哪能控制 要是听我的 你们这些人早就灰飞烟灭了 好强悍的力量 顾夫人 那个叶宇带来的帮手 不知是什么来头 格外强大 似乎我用全力 便将我都 顾世家闭世许久 还没几个敢来撒野的 是你将人带来的 当初我们黑眼世家 为了困住施小姐 才遭来灭城大祸 顾世家是我们盟友 还请顾夫人为我们 带人到我古世家捣乱 还大言不惨 想成为盟友 活该你们被灭城 不然我也饶不了你们 你 这五老虎要不是有灵鞭 能不能倒在我面前嚣张 就是你这个香巴佬 想要高攀我们古世家 看来他就是这幕后计划的人 顾夫人 久有 你把静衣关起来 为的就是隐藏 施家家主失踪的真相吧 真相 什么真相 大家不要听信 这个外人的胡言乱语 他是为了理解 我们两家的关系 让你们知道又如何 顾世家一直以来 都是靠我们顾家 如果没有我们 顾世家早已衰亡了 哪里还能像今天一样 在这里舒服地避世 所以 所以施家家主 是被你们给 我们想开启先祖密室 冲征古世家当年雄风 要不是施家家主 懦弱不堪 他也不至于独自逃入先祖密室 丢了性命 顾元梦 你可是施家家主 提马上去的 现在竟然对付施家 你怎么对得起 施家大族 明争暗斗的丑陋嘴脸 今天我是见识了 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死在我古施家的 盛气临边下 也算你们的荣幸了 也算你们的荣幸了 不别热气 前辈 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啊 什么 狗人小心 前辈 交给你了 拦住他 休想跑 叶宇 我要你为你这几日所做的 付出代价 就这本事还想拦我 听说要 你们先去拦住叶宇 怎么会 天叔的躁动越来越强烈了 感觉天叔的力量 正在发生变化 可恶 开山拳啊 用来 谢了前辈 后面交给你了 终于 你 烈云 休想靠近这里一步 我都走到这儿了 还说什么靠近不靠近的 你退下 你居然真的来了 是啊 我来带走我的人 你也配 业宇 夺妻之仇 不共戴天 等一下 我没听错吧 夺妻 把靖一的父亲 骗去先祖密室 篡权夺位 不顾他的意愿 将他软禁起来 有这么对待自己妻子的吗 你这是强强民女 你 你 反正轻衣 在黄金中的洗练下 他很快就会忘记你 你逮捕走他 黄金中 原来你们就是用这个让他失去记忆的 不过忘记又怎么样 就算是强强 我也不会输给你 厚义无耻 哼 哼 我已入神通界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现在离去 你还能活命 那你就试试 小石石肯定在那里 我得找个机会溜进去才行 逍遥游 十万八千剑 伸的是十万八千剑 顾少爷 我来帮你 不要过来 我要和他公平一战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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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这就是古力的剑技 哼 也不过如此 你不过天人境 根本无法控制灵兵 更别说 动用这样的战技了 刚才不是说要公平一战吗 你已经入神通境了 这样可不算公平了 哼 和你这种人不必讲公平 行落 果然是我君子 躲不掉 与地铃相 宁 只会躲躲藏藏的蝼蚁 你配不上静音 小摇摇 满黄鹿 你赢不了我 根本是在白费力气 满黄鹿 他不过天人剑 怎么会有和我相当的力量 满黄鹿的攻击比以前更强了 我的灵力也在迅速恢复 难道真的是造化绝增强了吗 野鱼 母亲 母亲 你没事吧 前辈 前辈 星辰退后 攻心计划多年 绝不能 绝不能在最后关头失败 孔夫人 这是准备用神灰寄生器啊 母亲 真的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吗 你 啊 不好 母亲 孔夫人 怎么会这样 母亲 我 为什么一定要做到这一步呢 星辰 你 你还是不够心狠啊 母亲 是我不好 我让你失望了 少不了你 我也和你投鲑鱼戒 库长老 不能重动啊 圣气复苏 他要做什么 那是古诗家的祠堂啊 叶鱼 快让他停下来 前辈的执念太深 只怕我现在说什么 他都听不进去了 是黄金钟 先祖父下的大事显现了 黄金钟竟然能震到神魂 前辈真的挡不住了吗 他不具黄金钟的威压 怎么可能 长老 不能让黄金钟落在他手上 让那个老鬼停下来 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 我说过 你们会后悔的 那我现在就让你陪葬 住手 小诗诗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我现在就带你离开 是小姐 是我们错了 但是 黄金钟是镇守古诗家的圣器 你不能看着他被毁啊 静音 无论如何 你也是古诗家的传人 你们没有资格教训我 那位前辈 并没有想要毁掉黄金钟 黄金钟 是黄金钟 前辈 黄金钟是镇守古 难道是小姐真的宣外反祖了 前辈 施小姐已经成长到这步 想必施家家主一定很欣慰 袁克长老 您回来了 袁长老 我要是再不回来 古诗家就要毁在一些后辈手上了 袁长老 请您救救我母亲 唉 自食其果 勉强护住心脉 能不能行 就看你母亲的造化了 前辈 让您看笑话了 没什么可笑的 由盛转衰的也不止你们古诗家 只是没想到能重新看到黄金钟 说起来 我还得感谢你 恭喜前辈能找回自己的魂 也要谢谢前辈出手相助 出手相助 难道不是你诃骗我来的 当时情况紧急 救人心切 前辈如果要问罪 此事因我而起 有什么后果 我来承担 你们俩都是情真意切 罢了 利用我这一次就算了 但要真想守护她 还得要自身强大才行 还请前辈指点 哦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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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啊 这千书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嘛 嗯 嗯 嗯 啊 这是 猎头掌 哼 嗯 怎么威力差了这么多 怎么突然开始攻击我了啊 还来 猎头掌 我的猎头掌也发生了变化 我的力量随着天书的攻击也在增强 难道天书是在强化我的战绩吗 哦 这次是森罗印了吧 雨滴灵象 小爷的战绩还多着呢 雄双石 叶雨 你终于醒了 小叙叙 我这是在哪啊 不会是在你的房间吧 这是古世家的客房 我的房间可不是随便进的 还在古世家 对了 那群老头有没有为难你 还有那位前辈呢 放心吧 袁鹤长老是我很熟悉的长辈 侍奉过两任古世家家族 德高望重 在我父亲当家后再退营 引游各州 是阴阳学院院长偷人转告他 古世家有难 他才赶回来的 应该是秦先生他们及时回去 告诉院长消息的 幸好赶上了 但是 小叙叙 你的父亲 我知道 他因为我被困在先走密室了 这一次 我一定会替我世家讨回公道 石小姐 袁鹤长老说 如果夜雨醒了 希望你和他一起去会客厅议室 没想到我不在的这十几年里 古世家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盛气灵鞭损毁 顾夫人修为禁费 变成今天这样 顾家公子 一定要承担很大责任啊 袁正老救勋的事 仅仅承担责任怕是不够吧 石家家主现在被困在你们先祖密室 生死未卜 一句认错就完了 我母亲如今卧病在床 气息炎炎 他已经受到惩罚了 真是可笑 我父亲难道就该被困在先祖密室 生死不明吗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们又何必再谈什么一家人之类的话呢 这是古世家自己内部的事 哪有你参化的份 我 这位小兄弟力挽狂澜 拯救了施小姐和古世家 揭穿了顾夫人的阴谋 别说她有资格参与一事 就算是她入坠我施家 我看也没什么问题 独坐下 入坠一事 我们后面再谈 不过 古世家百年不衰 说到底 还是两家共同扶持 坚持到今日 实在不一 到此为止吧 静一 既然园长老亲自开口 我可以不再寻仇 但是他们一定要救出我父亲 并且以后 顾家和施家 再无瓜葛 静一 顾家有错在先 我们会竭尽全力弥补 那要进入先祖密室 救出施家家主 需要你与顾星辰少爷联手 万一在你们联手开启密室时 顾星辰又偷袭小事时怎么办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我不相信你 开启先祖密室有很大风险 若有出错 可能整个密室都会被毁掉 所以两位都达到法神经以上 再去开启最好 法神经 那得要多少年 石小姐已经得到黄金中的认可 若能借助黄金中的魂力修行 不成问题 我明白了 但就算将来合作 我今天也要和你们顾家撇清干系 好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十一之子 无话可说 一切由元长老做主 世家争斗的戏码终于可以结束了 元长老 我请来的那位前辈呢 他在密室等你们 前辈 他们到了 开创古世家的两位仙族 曾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那时为了报恩 就将黄金中赠予了其中的世家仙族 没想到昨天靠他暂时恢复了我一部分神智 现在物归原主 听说黄金中本来是原始圣地的圣企 难道前辈是 原始圣地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了 前辈原来是我们先祖的故人 都过去了 你的记忆曾被黄金中所修改 我有办法帮你恢复 真的吗 要怎么做 恢复记忆 相当于黄金中斩一次你的道合 而且与黄金中的契合也不如现在 你愿意吗 我 我可以 小诗诗 我们现在这样不也挺好的 石小姐 大局为重 你还需要借助黄金中修炼 好吧 至于你 前辈出手相助 不计前嫌 还助我实力大增 实在是无以为报 我只是觉得你体内那股力量非常熟悉 似乎在黑海中见到过 对 我在黑海其实也见到过前辈 难道那就是前辈执着寻找的魂 寻魂并不是我的执念 我只是想恢复到以前的实力去做一件事而已 但其实并改变不了什么 不过我想让你帮我完成另一件事 前辈这是哪里话 您有吩咐 我一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倒没有那么夸张 只是我需要你替我去原始圣地遗址中 去寻找一件东西 原始圣地一战中 各方势力将那里搜刮一空 还有遗址存在吗 当年原始圣地中主要的三大教派 不朽皇朝 瑶池 灵山中的无数修行者 借着大势保住一方遗址 斩断神域 勉强从各方势力逃脱 自那以后许多势力得到机缘 而原始圣地三大教派分裂 灵山后人却亡了西方灵州 如今另外两派虽有后人重建 却也只有瑶池 还有几分当年的风采 树大招风啊 此次你母亲因我而修为禁费 想必你心里是有些怨恨我的 宛辈不敢 我母亲也是行事偏激 宛辈只希望能够尽力弥补过错 你也是我救命恩人的后代 原始圣地遗址中留有不少东西 渠道何物都算你们的 当作是我的补偿吧 可圣地遗址一旦开启 那时各方势力都会卷土重来吧 遗址在当时斩断神运留有禁止 凡神通境及以上的修行者 都无法入内 那我也可以一起去了 你们顾家可以派遣几个能力较强的人 和业与同趣 哈 先说好啊 我虽然天赋异禀 可没有当保镖的天分 哼 我才不需要你的保护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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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杀了神通 现在 应该可以进入那里了吧 呃 一个如此果断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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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曾在黑海看到过我的婚 还有别的吗 我 还看到过一个女人 她似乎和前辈一样 也有执念 执念 有时能让人生 却已让人生不如死了 你身上 又不熟悉的气息 在黑海时 怎么会呢 我的房门永远为你敞开 不过 你不会是想现在或畅谈人生理想吧 呃 可以吗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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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美了 像精灵一样 来呀 哦 呵呵呵 今晚可真是像做梦一样 还能和小事事一起坐在这悠闲的看月亮 真是难得呀 可你不是说 我们以前也经常赏心看月的吗 呃 是啊 已经过了很久了嘛 所以难得啊 真以为我好骗啊 叶宇 我不能和你一起离开了 怎么了 是不是顾家的人又欺负你了 哦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现在顾世家内又外患 我是顾世家的传人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任性了 我 必须承担起我的责任 小事事 你 其实我想过用黄金中洗去你的记忆 但是我太自私了 我不想让你忘掉我 对不起 一直以来 都是你一直在陪伴我 我却连跟你走都走不到 你现在 真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啊 不过 你要是真的对我用黄金中 我可是会非常生气的 啊 英雄救美可是我的日常啊 但要是我拯救一个美女 她就要消除我的记忆 那我的脑袋就一片空白了 我不是亏大发了吗 你这一路凶险未知 可别光顾着英雄救美 保住自己小秘要紧 别逞强 好 小事事 其实 你比我勇敢多了 我们约定吧 未来 我们一定会 再相逢 到了 你们伸出手 这便是钥匙 按照她的指引 你们就会找到我要的东西 一只重现会引起天变 那些古教世家都会蜂拥而至 事不宜迟 这 这不是钻口洞吗 前辈 我们也没什么经验 要不 您先带个路 废话少说 你再拖延时间 下场只有一个 我进 我现在就进 哎 那边那位少爷 不是要一较高下吗 怎么连门都不敢进了 你 你先进去 我断后 去 胆小鬼 我说过 你没有对我承诺什么 现在走 我也不会拦你 酸就酸 哎 恐怕 要饶您清静了 石村 有光 看来前面就是出口了 和我想的不一样啊 哎 啊 这 这里就是原始圣地 原始圣地 顾大少爷 你看看这四周 哪里像什么原始圣地的样子 哦 原始圣地 当年被各个势力剿灭 哦 成了现在这般荒凉景象 实属正常 嗯 这里的雾气越来越大了 你可别拖我的后退 我说顾大少爷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怎么走了那么久 什么都没有啊 有姐姐 哦 姐姐消失了 嗯 原来原始圣地的遗址 藏在这样强大的结界中 怎么回事 应该是刚才我们打开了剑纸 现在原始圣地要现世了 啊 啊 啊 那是什么 啊 是原始圣地的大事 啊 原始圣地 报告郑主 是原始圣地一只重建 啊 当初寻民那么久都没找到 怎么突然自己出现了 难道真的有人 找到了秘境入口吗 父亲 啊 既然情况不明 就让我去吧 啊 嗯 嗯 嗯 少主 已经确认了 和你想的一样 百座金蝉 神山盘绕 百蝉土珠 悬浮苍穹 差不多 也该出现了 哟 这不是正在闭关修行的圣子殿下吗 怎么是从外面回来的 我的两个侍从 被你调去黑眼城抓人 我当然得了解一下情况 现在看来 不太顺利 哎 本来是圣圈在握 可惜有人故意捣鬼 引走了我们的人 放跑了那家人 功亏一篑 原始圣地已指现世 该出现的人 自然会出现 圣子殿下所言极是 看来是我们操之过急 对了 听说圣子殿下 和我那位魔坟来的小师弟 颇有渊源 如果你们在原始圣地遇见了 希望圣子不要像我一样 手下留情 否则 教主那边更不好交代 谢谢提醒 但我的事还轮不到莫德尔来指教 男婿 你的灵魂也被昏在古灵里 男婿 有言不敬的家伙 真麻烦 小男婿 在想什么呢 是真的 在你的古灵里 你亲口告诉我的 男婿 男婿 没 没什么 没事就好 我那句话 也是对你说的 下次见到夜宇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我明白了 嗯 哦 不愧是原始圣地 竟然能感觉到一股金蝉大势 滋养神魂 如果长期在这里修行 一定大有必要 啊 居然有这么多灵草啊 这要带回去 岂不是发了 看来自展境界对你影响不小啊 你还是把伤养好再来和我打吧 你不过天人镜四处 就算我自展境界 废了你 也是绰绰有余 吹牛谁不会啊 你要还是神通镜 这句话还有点威慑力 你 我还有事要做呢 没功夫陪你玩 言语 我一定要击败你 前辈要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这一路看下来只有灵草 不是说原始圣地遗址有很多圣物吗 金蝉土猪 是原始圣地的场势化形 果然有好东西 不愧是曾经的不朽到头 残存的场势也有这么强的能量 看来里面的东西一定价值不凡了 地象阵 我就不信了 造化神 这点尝试怎么能难倒我 趁这顾星辰还没来捣乱 刚好借助这里的场势能量来提升实力 此处残留的境质非常强大 神通界以上的修行者根本无法进入 难道真的要从这里爬进去 秦哥 要不我去探探路 你们两个境界又不高 地象树又不精通 别还没看到神迹就死了 你说什么 你我同为阴阳学院的弟子 你又是秦先生的弟弟 我才好心提醒你 等真进了圣地遗址 我们可就是对手了 秦哥 秦哥 还好吧 楼开杰 天榜六十二 又瓦解零力的大势 可惜 和你的沧海明月比起来 还有些差距 原来他们都是阴阳学院的弟子 这样看来 东圣神州的其他几个古教世家 可能也快到了吧 一火而生 是猎神世家 他们居然来得那么快 居然来了那么多东西 变神子别来无恙啊 权明 是不朽黄朝 不朽黄朝也曾是原始圣地不朽道统之音 他们来倒是不奇怪了 真眼教的人 果然也来了 那位 难道就是传说中 运出四大灵象的真眼教圣子 圣子到的真及时啊 原来是苏四相 久仰大名啊 恋神世家不朽黄朝 来得倒是比我预想都要快 听闻圣子地向术一诀 能否看出这入口有何益处 好 打开了遗址秘境 但并没有将禁止全部破坏 为的就是阻拦我们一诗 要不是怕破坏遗址内部 我现在就分毁这禁止 世子还是手下留情吧 若是真破坏了里面的风景 倒是可惜了 王品地向图 不 不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圣平药草 核手屋 竟然先被我们找到了 我们不惜 自然境界进来这里 看来是值得的 小心 看来这里有好东西 糟了 是猎神子 就是那个猎神世家 十五岁成就天人境的世子 竟然十五岁就达到天人境 这是走到哪门子捷径了 感觉比小爷还厉害呢 我对你们两个弱者没兴趣 十项点就赶紧让开 你 先别走 万一这里还有别的宝贝呢 世子 小心 哎 残存的金蝉场势 怎么可能还那么强大 哼 我吸收了金蝉帝氏附下的帝像 是你们能轻易破的吗 哎 世子 这场势 似乎和外面的金蝉场势 有所不同啊 你们两个 是帝氏吧 给我把这帝像镇破了 我们破释后 可以拿走圣药吗 如果你们能破释取出河首屋 我们可以用百珠高界灵草作为补偿 我们冒着危险破阵 你们就拿灵草来敷衍我们 竟然不愿意破释 就让他们滚出元首圣地 他们不愿意 我愿意啊 谁 炼神世家这等大家族 多少人想抱大腿都没机会 你们还不好好珍惜 你是谁 小爷 不 碧人名叫叶宇 想必你就是鼎鼎大名的 那个谁吧 我崇拜您已久啊 您年少成名 经验整个东盛神舟 今天就算为了偶像 哪怕拼了这条命 我也要破了这个场势 既然 既然如此 本世子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能帮忙破这场势 本世子就考虑收你为家仆 哇 那真是我的荣幸了 世子 你们后退 免得伤到你 哼 用自己的命去献媚 真是可笑 地相针 脱 这原始圣地的阵势 他竟然一下就破掉了 这小子地相树深不可测 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好东西啊 光是握在手里就觉得神清气爽 喂 烟雨 快把它拿过来 哦 好的 哼 宝贝都拿到少了 还要拱手让人 软骨头 哼 烟雨 你什么意思 我只说帮你们破事 可没说把这圣药给你们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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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悠悠 你 你敢耍我 你 你投赏 啊 厉头掌 不是 最低级的战绩吗 在这小巨龙里 居然威力这么大 臭小子 境界明明和我相同 我的灵力应该比他要强才对 哼 那么大伙计 不就一颗核手屋吗 您虽然没得到它 但您得到了我的一颗真挚的崇拜之心啊 天云镜无穷 身上却带着法则之力 圣颜流星 举精灵相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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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你是哪个大能者的后裔啊 还想好好见识一下 没想到这么不精打 你身上的法则之力 是来自你的仙祖 我族的仙祖 浴火圣王 也是东省神中最后一个圣王 而我是炼神世家唯一血脉反复 启成法则之力的人 哼 区区法则之力 谁还没有呢 十万八年线 去 啊 现地传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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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躲着点火吗 你 你到底是谁 是哪个教派的 我 叶宇 一人 就是一教 你们自展境界 需要快点恢复伤势 趁现在 把那堆灵草摘走吧 好的 是 谢谢公子 我也得赶紧找个安静的地方 吸收这颗圣药才行 清哥 怎么样 蕴寒道隐君华的 圆灵圣水 这东西吸收以后 可以直接提升修为 如果是地势 还能够增强 对天地大道的感悟 这东西 留给上官泽吧 圆灵圣水在此处 说明 蕴养他的沧海明月珠 也一定在这里 我们必须在那些 古教传人之前 找到他 我刚才 把罗开杰 引到另一个方向去了 他暂时追不上来 好 我们走 圣家 属下来迟 狮子 还好吧 是谁打伤了你 慢疼疼的家伙 怎么不再晚点 帮本狮子收尸呢 狮子恕罪 我们刚进入遗址 就被不朽广场的 几个弟子缠住 好不容易 他偷偷与狮子会合 全明 总有一天 要找他算账 现在都给我去追 夜雨那小子 他夺走了我的 和首屋 肯定还要花时间 练合 一定跑不远 是 天人静 一共九重静静 要从五重 突破到六重 需要集齐身后的根基 和圣耀灵草 辅佐 还好这两样 我都不去 这和首屋中 蕴含的精华纯粹 灵力居然这么强的 造化绝 有人在突破 一定是夜雨 没人 怎么可能 难道 他已经炼化完了 还能感受到一点 微弱的地象术 但或许 是其他人 夜雨本事再大 也不可能这么快 就炼化完的 那你们就跟我 分头去找 世子 当我之急 是你要提升境界 并找到传说中 原始圣地的 正教秘术 现在 各大古教 和世家的后援 都已经来了 到时候 恐怕我们难以对付 可惡 我们走 正教秘术是什么 算了 我还是先把前辈 要的东西找到 前辈要的东西 会在哪儿呢 也不给个范围提示 要我怎么找 差点着了你的道 你那个铃铛还挺神奇的 不过 如果我暂时封印自己的听觉 你的铃铛 应该就没办法影响我了吧 我可是真眼教的人 你难道要和真眼教 结仇吗 真眼教的人 我知道啊 我还知道 那位真眼教的圣子 和他身边两个护卫 是故意把你甩开的 不然 你怎么会轻易被我跟踪呢 把灵脉玉随交出来 休想 想跑 本来想联想西域的 但是你太不老实了 果然真眼教的 没一个好东西 我再说一遍 把灵脉乖乖交出来 我可没那么好的耐心 真是笼子 走到背后都没听见动静 嗨 好久不见啊 还能站起来吗 你 唉 这家伙也太没风度了 对姑娘下手也这么狠 快起来吧 不然一会儿 其他人来了 你走吧 我们现在是敌人 不用你家好心 我和你家大人是敌人 和你不是啊 你是莫无伤大人的敌人 就是我的敌人 你就这么忠心 万一 他只是在利用你 你不用在这里挑拨离剑 我是不会背叛他的 我劝你也离我远一点 你应该知道我的目的 你 你要做什么 你慌什么呀 我只是觉得 我们应该挑个没人打扰的地方 叙旧而已 谁想跟你叙旧了 我知道你的目的 不就是我身上那张破纸吗 我这是在给你制造机会 一零下 叶宇 居然敢背后偷袭我 你叫叶宇 就是去参加地象之宴后 把黑雁城毁了的罪魁祸首吗 你怎么知道 你 你和那个地象之宴的罗开元 长得还挺像的 你和他是亲戚 你说的 是我那个不忠用的表弟吧 原来是表兄弟 怪不得第一眼就看他不顺眼 你真的把黑眼承灭了 在学院的名气不小 没想到在外面更是招摇 地绑绑首 你知道地绑 那你也是阴阳学院的弟子了 我们是自己人 谁跟你是自己人 我是天绑六十二 罗开杰 叶宇 让我来见识见识 你的实力吧 居然在这里遇受天网的人 叶宇 你先把我放下来 我才不放 万一你跑了怎么办 或者 你让你怀里那个姑娘 把灵脉玉损交出来 我可以放她走 灵脉玉损 那更不行了 叶宇你混蛋 抱着个人和我一战 看来 你是真的找死了 那可不一定 我说兄弟 这原始圣地遗址中 那么多古教世家 你还不团结自己学院的人 这不是长他人志气吗 阴阳学院的弟子 本就来自各门各派 就算在学院内 为了资源 也是明争暗强 再说了 这个女人 是真眼教的弟子 你要真这样团结 就把灵脉玉损抢过来 我们俩再一决胜负 她是天人进七处 你带着我不用和她硬拼 逃出去就行 怎么 现在害怕我把你扔出去了 你敢 叶宇 您到底合不合作 合作个屁 怎么说你都要和我打一架 我还不如带着小美人一起跑路呢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带着人从我手底下跑路 叶宇 是不是吓坏了 你 抱紧 可恶 安心吧 还是追不上来的 最好是这样 罗开级和别人交手时 一接触就能够瓦解别人的灵力 就算是比他进阶高伤一两重的修行者 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更别说你了 那不就和罗开源差不多吗 不知道他的地象术如何 叶宇 你居然还留在这儿 还能被我遇上 是该说你运气不好 还是我运气太好呢 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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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招惹他们了 算是吧 叶宇 总算抓到你了 你再跑啊 你 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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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宇怎么也在这儿 叶宇 还一会儿功夫不欠 你就又多了一个敌人呀 还是抢的女人 我当然不单单是为了抢人 这姑娘身上有灵脉玉髓 所以我后面那兄弟才追上来的 灵脉玉髓 世子 和守屋 应该已经被那小子炼化了 您如果能得到灵脉 也是极大的机缘 现在处境已经很危险了 你 你为什么还要告诉他们 别急呀 应付这种小场面 我有经验 你们去拦住后面的人 把灵脉给我 死罗印 这小子 给我拦住了 你们 你这是什么死亡主义 嫌我们敌人还不够多吗 那有什么办法 前有狼后有虎 让他们互相内斗 我才有机会带你逃跑啊 猎神子身边 明显有两个天然镜的高手 一炉开前危险多了 如果没招惹他们 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拼命跑了 好歹我也是为了救你 在这种情况下 你能说点鼓舞人心的话吗 谁让你救了 小心 蓝薛 蓝薛 你怎么样 真是可惜这位小美人 和你一起受罪了 叶宇 英雄救美 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 现在你灵灵应该耗光了吧 想耍小聪明也没用了 我这手下可是天然镜九重 想活命 就把灵脉玉髓交出来 世子这么记仇的个性 就算我把灵脉玉髓给你 你也不会轻易放过我吧 世子不必语谈废话 尽管完成境界的通过再说 这伙肉身已经策略到极致 根基比猎神子还要强 我看肉屏是无非的力量打上去 会对它产生影响 手术无力 刚才消耗太多了 连继承法则之力的玩 都不一定能接下天然镜九重修行者的攻击 业语竟然能接下这么多招 还差一点 业语 把灵脉玉随交出来 自行离开一时胜利 我饶你 我的命还轮不到你这个小屁孩做主 不行 我平下现在没办法挡住它的攻击 化绝 他不是应该零零耗尽了吗 业语在天然镜下怎么能驱动圣平临兵的 十万八千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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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 你恢复的还挺快啊 我看着你的法宝有一道裂痕 是因为今天 他替你挡下了炼神子的攻击吧 你问那么多做什么 我们是仇敌 你别以为你救了我 我就会感谢你 虽然我今天救了你 但是你刚才不仅替我挡下攻击 甚至现在毫不怀疑地 跟着我进山洞疗伤 你说说 哪家仇敌像我们这样相亲相爱啊 我 是不是因为你内心深处 其实是相信我的 不 是因为你这个人 尽管愚昧无知 卑鄙无耻 谈才好色 粗粗无莽 但心地还不错 不会用下作的手段 当然了 我骨子里可是个传统的男人 不过话说到这份上了 我们就来做个交易吧 这就是大家争相抢夺的灵脉玉髓啊 果然是好宝贝 你什么时候拿走的 还给我 今天我也是拼着命护你离开的 你总得给我点好处吧 我说回光彩的话 你就是个卑鄙无耻 手段下作的人 急什么 我现在对这个没兴趣 你只要老是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一定还给你 原始圣帝的镇教秘术是什么 你竟然知道这个 告诉你也无妨 当年原始圣帝的弟子 将镇教秘术封印在主山脉的一座宫殿中 传说修行便能成就圣王 至于具体是什么 没人清楚 前辈要的东西 会不会就是镇教秘术啊 如果是的话 当初致使原始圣帝作骨的镇眼教在此 不晓皇朝的后人也已经赶到 你又是单打独斗 就算找到了城市所在 也根本没机会夺取秘术 你看看你 还不是和以前一样 习惯担心别人 你现在也是单打独斗 和我没区别吧 不过 咱们暂时放下恩怨 结个队如何 我和你不一样 我不是一个人 是那个苏四象心里有鬼 所以才故意甩开我 原来你是跟着苏四象来这儿的 他现在有王品地象图在手 倒是个不错的合作对象 那位圣子对镇教秘术是势在必得 否则也不会故意把我甩开 就算你和他有些交情 他也不会手下留情 可我听说他和莫无伤不太对盘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啊 你如果选择和他合作 那 我们就是敌人 看来我们不能好好聊天了 但为了给我拖延一点时间 我还是让你忘了这段记忆吧 你 放心 外面我布下了地象阵的障碍 暂时不会有人 怎么回事 他怎么还有力量提挡我的阵了 暂时不会有人提挡我的阵 叶昀 谢谢你 暂许 你说什么 暂许 你还好吗 谢谢 但是别再靠近我了 暂许 别睡啊 如果真像宋姑娘说的那样 真正的南絮被困在古灵里 那破坏古灵的话 南絮会得救呢 行了 我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清歌 咱们在这座山上走了一天 也没找到沧海明月密术 会不会根本不在这座山里 何先生说了 我在古壳修行的残缺的密术 一定会和真正的沧海明月密术有感应 我虽然现在感应到的比较微弱 但肯定在这里没错 难道 是因为有地象术 或者厂施封印 我们才一直没有找到 早知道 算了 说不定学院还会派其他天榜的人来 我们到时候见机行事 今晚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不好 我们快走 走哪儿去啊 皇者之气 是不小皇朝的人 都是天人静九重的修行者 你们谁叫前后天 住手 我就是 有何贵干 很久没有人敢这种态度对我说话了 有点意思 你想要什么 嗯 这才是聪明人 你在阴阳学院修行了残缺的沧海明月密术吧 那你找到圣地中那份天品战技沧海明月了吗 没找到 你在这藏了一天 自己心里应该也清楚自己的价值 我呢 刚好是一个比较爱惜人才的皇子 只要对我有用的人 我都不会亏待 相反 敢和我作对的人 我一定让他生不如自己 当权者 好像都喜欢这样美化自己 少年 好好考虑清楚 毕竟 人质不止你一个 我能感应到 沧海明月密术就在这附近 他应该有城市隐藏的位置 需要大师级帝室才有可能迫事 找到密术所在 大师级帝室 你不会再耍我 信不信有你 我和他都不擅长地相 所以才一直搜寻无果 大师级帝室 几乎都是天人境以上 现在原始圣地里 多数都是半调子 难道要去找他 殿下 现在怎么办 把这两个人带走 是 两位 请他 动手 找死 走 铁哥 铁哥 原始圣地 不朽古教 还能看出些许当年的辉煌 可惜 只剩这一片遗迹了 圣子殿下 那个眼线被我们暂时甩开了 但回去以后 他会不会 他要告发给谁都无所谓 圣子殿下什么身份 难道 还要帮莫无伤保护一个傀儡不成 他落在了莫无伤手里 可惜了 我怎么在这儿 我不是被炼神子打伤了吗 怎么感觉已经揉完伤了 啊 叶宇呢 我的灵脉 导致消瘦的痕迹 难道 又有一位圣子到了 南絮姑娘 这一路可让我好找 原来是苏九殿下 南絮姑娘找到什么好东西了 苏四相呢 那位圣子 似乎找到了藏匿镇教秘书宫殿的遗迹 路上有些着急 便和我走散了 苏四相 虽然是封教主之面 寻找镇教秘书 但难保他不会独吞 我可不能让他想谢 南絮是莫无伤大人派来的 提前进入这里 一定知道不少消息 既然这样 南絮姑娘 不如和我一同走吧 现在圣地遗址中可不太平了 有圣子殿下保护 我求之不得呢 风餐露宿 原来是这种感觉 真怀念有床的日子呀 虽想逃走 火龙体 还有法则之力 好强的防御力 蛮黄弄 叶宇 大清早就打架 什么仇什么怨呢 蛮黄怒 这个人是蛮族的人 看起来不像 而且只有天人静六种 居然也能接下我的攻击 你是什么人 敢阻碍不朽黄巢的事 原来是不朽黄巢啊 叶宇 那个不朽黄巢的传承之子全民 为了得到沧海明月秘术 把秦歌带走了 秦破天也来了 带走他干嘛 难道还准备 让秦破天当他们师父吗 我 我话都还没问清楚呢 你找什么棋 你找什么棋 好强的力量 这人到底是什么体质 叶宇 我们得去救秦歌 怎么总让我遇见这种事 我其实很忙的 叶宇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可都是秦先生 带出来的弟子啊 生死兄弟啊 你个小子 到我的臭屁人吗 你小人 你 叶宇 你快解决掉他 别玩了 别急 你会按我说的做 好 居然 需要我全力攻击才能制服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什么鬼地方 却以为我不敢杀你 清哥 殿下息怒 的确是这里没错 是吗 那你就去找找 获解的方法 没问题 麻烦你解个疯 我总不能用嘴勾间谛试吧 你这口才倒是很不错 敢骗我的话 这儿就是你们三个人的葬身之地 有转刻地象残留的灵力 这下面比有洞天啊 看出什么来了 殿下 我已经找到 藏有沧海明月秘术的地方 不过还需要修行过 这个残缺秘术之人的灵力 才能开启 殿下 这绝对是他的计谋 这里什么都没有 就算真的有强大的地象掩盖 他一个天人静的地势 怎么可能破解得了 你看不起谁呢 知不知道这个圣地遗址 是怎么重建天日的 难道 那个狗洞 是你 叶某不猜 比不过当年原始圣地 各位大能的地象术 只能勉强开个狗洞大小的入口出来 但这里的场势 比起遗址秘境的禁止 可太弱了 给他松绑 是 你真有把握 放心 领悟了秘术的 可不止你一个 来 把灵力棍入灵石 成功了 居然真的在这里 叶宇 这场势破开了 怎么没看见 有其他路出现呢 不 场势还没完全破解 既然出现了六个聚灵阵 肯定需要六个人 共同开启 我和他肯定都得参与进来 还需要四个人 殿下你看 那就由我和其他三个弟子来吧 把人看好了 叶宇 接下来在做什么 别急 殿下 这里是当年原始圣地的先祖们 牺牲生命 留下的场势 我们要破解 还需要特定的姿势 将神魂与此处场势融合 这么麻烦 那需要怎么做 首先 要以自身 感受先祖的地象之力 这小子 在搞什么 不如先试试 再将神魂集中于掌心 感受天道之力 最后 将获得的天地之力 融入自身 叩首 让我们感谢原始圣地的馈赠 感谢原始圣地的馈赠 这 这是什么邪教祖师吗 这就是藏有秘书的地方 怎么是 等于被兴致了 糟了 殿下 我们动不了了 是陷阱 可恶 给我抓住他 我 你看看 一定是你们刚才动作不够标准 感情不够真挚 才触发了这里的陷阱 我命令你们 我想放开我 你还真以为谁都是你不朽皇朝的手下 其实我应该感谢你 把我们护送到这个地方 还开启了密道 现在也请你们帮我们守一下门吧 我们走 往哪儿去啊 下水 隐阳学院 不朽皇朝 与你们不共待天 有地下证事 就是这里了 来 侍 你居然一直没有感觉到这怪物的存在 很大的口气 完了 再剩下我的灵力 叶宇呢 是啊 刚才我就没听见他的动静 游得再慢 也不至于现在还没出来呀 这小子 不会又遇见什么意外了吧 不行 我得回去找他 秦哥 我去吧 你在这里等我们 叶宇在那儿 我 这是被谁救了 这冰龙 好像是 小师姐 原来是你救了我 举手之狼 你没事就好 我们可是有几个月没见了 小师姐 怎么这么冷的 叶宇 那不是你 我可是一直在想念你哦 流亡 小师姐 你下手也太重了 怎么好歹也算生死之交 难道你也失忆了 不记得我了 闭嘴吧你 多谢你叶师姐 出手相助 不必客气 你们曾在阴种中 对我妹妹多加照顾 我又受过秦先生指点 出手是应该的 宁宁宴 叶宇 终于见到你了 你被困阴种时 我不告而别 后来才得到你平安的消息 我还在担心 你会不会生我气呢 本来想过几天 回学院找你的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呈讽 真是太好了 是啊 太好了 叶宇 怎么了 您进 过来 伯拉 你把角色榜第一的 宁宴师姐彻底得罪了 她最讨厌你 这样的下流好色之徒 这两个姑娘 长得一模一样 认错也不能怪我呀 再说了 我还怕一个小姑娘不成 宁宴师姐 除了角色榜第一 还在天榜海明五时 真把她惹毛了 就算是宁静 也救不了你 宁静 我不是告诉过你 注意分寸 别轻易相信他们 姐姐 我们一定要这样吗 是你自己非要跟来 我赞同你来这里 不是让你来捣乱的 秦破天 你不是要寻找 真振的沧海明月吗 她就在这座灵山中 圣子殿下 原始圣地,不修古教,果然名不虚传。 这里不是我们要找的地方,走吧。 殿下,您连续两天强行使用王匹地乡的撰刻法,对神魂死伤已经很大了。 不如,在这里找些圣草灵药,您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再走。 天叔,你知道,这些对我来说没有丝毫用处。 是,属下誓言。 男婿,圣子,又见面了? 苏死相,原来你在这里,莫无伤大人特意将男婿姑娘安排给你当护卫。 你却把小姑娘单独撇下,多危险了。 我身边不留无用之人,有些两个护卫足矣。 医址内各方世家天才众多,你除了拥有神奇的灵相和地相术以外,可连洗髓镜都未达到。 凤死! 苏九殿下,请圣言。 圣子,你没事吧? 你个小小的护卫,竟敢对我出手! 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我可还没出全力呢。 苏死相,你不是有四大神兽灵相吗? 你倒是用出来让我开开眼界! 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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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探到此为止。 想见识我的其他灵相,你还没这个资格。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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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苏死相的禁忌很低,但他运运出的朱雀灵相修为,却不亚于神通境的修行者。 苏九,就算用出全力也不是他对手。 圣子殿下,先让那位找到不朽皇朝宫殿的遗址再说。 现在,可不能和他翻脸啊。 这个怪物,绝不能让他得到镇教秘术!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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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海明月秘术,感应到的更加强烈了。 原来这里。 才是我找的地方。 对了! 真正的沧海明月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在谷阁修行的不是吗? 真正的沧海明月是原始圣帝的天品战机, 谷阁所拥有的只是他的残缺密束, 也需要修行残缺的密束才能在遗址中感应到完整的战绩在何处? 凝恩师姐,你是怎么知道战绩就在这灵山中的? 凝尘府中恰好有一些古迹残卷,记录过这一天品战绩,是由当时的原始圣地的三大门教之一,灵山所创。 沧海碧波,日月天辉。最后一次施展,便是在灵山。 看来,我们到了。 哇。 哇。 这就是以前灵山弟子的寺庙 怎么感觉更像是妖僧修行的地方 当年原始圣地的灵山一派 全是吃斩念佛的修行者 寺庙本需要香火 但原始圣地覆灭 灵山已经成为遗迹多年 变成这样也不奇怪 那这寺庙看起来也太干净了吧 反正我们都已经到这儿了 我能感觉到沧海明月的战绩就在这里 我们分头去各处看一看 你们小心 说不定有地势陷阱之类的 那个 那个雕像刚才好像动了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 我也不确定 但是我感觉 他突然转过头来盯着我 太吓人了 这些神像 都是一个表情 你是怎么看出来 他在盯着你啊 都是去过古地阴种的人 胆子居然那么小 谁的笑了 我这是谨慎 被锁上了 叶宇有什么发现吗 有一个问题 刚才你们进寺庙前 听到钟声了吗 听见了 有三声钟鸣 这有什么奇怪的 那些普通的小寺小庙 有香客到访 都会鸣中祈福 那 刚才是谁在这里鸣中的 我 我就是随便一说 你们刚才 有发现别的人吗 哪还有别人 现在正座庙里 只有我们几个 别慌 主殿还没人去看吧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万一 之前钟声 是风吹的呢 什么妖风 能把这么大个钟 吹出三声响 三个大殿都试了 都退不开 好像从里面 就被锁住了 后面好像有阵 快离开那里 我就说这里不正常吧 你们不信我 这是什么傀儡吗 看着并不像傀儡 我们被包围了 姐姐 随便去 风际 好强的控制能力 连周围的气温 都跟着下降了 天榜的人 果然明不虚传 你也实际 几乎不修行任何战绩 他都是根据自己灵象 引悟出独属于自己的招式 就算天榜的人 也没几个能做到 只要对自己灵象控制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才行 姐姐 没事吧 没事 休息一会就好了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这些石像打不打的吗 是地象树 我双指 他们被地象树加持过了 而且攻击变得越来越强 是地象树加持的吗 小心 姐姐 糟了 你才灵力消耗太大 熊师姐 死我 灵云 先去救我姐姐 好 这人 使用的 难道是逍遥游 打架这种夺活 将军有的就好 角色榜第一的宁燕师姐要是受伤 可是我们学院难修行者的大损失啊 谢谢 可我不只是角色榜第一 我又说错什么了 夸人漂亮也不对啊 姐姐 你吓死我了 还好有夜雨在 这次 是真的解决掉了吧 放心 小师姐 我刚才已经破坏掉 石像身上的那些阵法 很灵 不 难会吧 明明没有地下树加持了 怎么会这样 这些石像也没有生命 我也感受不到其他灵力 难道 还有我没发现的阵法在这里吗 阿绝 看来是这样 阴云 你去哪儿 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才 难道是我们的幻觉吗 这应该是以前灵山高人 为了保护最后的遗址 留下的特殊地下 如果我们在里面有伤亡 可能真的就留在那个幻境里了 这到底是什么地下手段 从来没听说过 仅仅是原始圣地的外门弟子 就有这样高深的地下手段了吗 外门弟子 看来宁艳师姐知道的 远比我们多爱 你们看 那是 沧海明月的 原来如此 那颗玉珠上 承载着真正的沧海明月战绩 这附近的地下场势 肯定是由沧海明月的道运构建的 只有你施展秘术 才能减轻场势内的压力 拿到沧海明月珠 明白了 尝试和秘术共振 但为什么沧海明月珠没有反应 你 尝试还在 会排斥你的进入 秦莫天 你走进去试试 不行 这个尝试没有被破解 同样的阻拦我 还需要我一直释放灵力 但是秦哥 这样 你没办法拿到沧海明月珠啊 既然你们没本事拿到 不如让给我好吗 叶语 现在才知道怕吗 晚了 给我滚出来 又是你惹上的仇家呀 无所谓了 反正我惹上的仇家 都凑成几桌麻将 谁说小叶怕了 不过我没想到 你们三个会握手言和 凑到一起去 那还得多亏有你 叶语 我们现在才格外团结 定要抓住你一雪前十 本狮子现在已经 突破到天人镜六丑 彻底激发了体内的法则之力 我看你们谁来的是我 这炼神子体内法则之力 直接承袭血脉 就算只有天人镜六丑 也不好对付了 快 再去破试 可 炼神子 对面可是两位青城佳人啊 收尾怜香西语一点吧 想从我们姐妹手里抢人 可没那么容易 哼 要怜香西语 也得人家领情才结啊 哼 抓住叶云 夺得沧海明月珠 是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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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冰枪由他们灵力所化 我的火焰难以击破 我来试试 哎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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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宇 知道我们的厉害了 哼 瓦解灵力嘛 我又不是没见过 还真以为我没办法了 沧海日升 看 蜜珠 原来如此 沧海逼波 蜜月同辉 原来是靠两枫蜜术结合 才能出现真正的天品战技 沧海万象 这东西我要了 把蜜珠抢过来 滚开 这东西是我的 臭小子 你愣着干嘛 竟然挡下了所有攻击 没有一丝破绽 这就是天品战技吗 能免疫一切伤害的保护罩 说是天品法宝也不为过啊 我能感觉体内灵力在恢复 但在这里面 无法使用任何战技 等等 你们看 胆小鬼们 等到屏障消失 就是你们的死期 就算恢复灵力 有罗开杰在 我们也很难对付其他两个人 怎么办 有办法了 那边几位团结的小朋友 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 你竟然敢出来 找死 再见 剑 怎么都不了了 这种事 幸好我有问心诀 不会再入幻想 让灵山的老祖 好好招待你们吧 这是哪儿 发生了什么 叶宇他们人呢 空间转移 这是地下树吗 怎么可能 没想到这个地下阵 反而救了我们一命 请哥 趁他们还没破解 我们快离开这里 宁静 明月时间 我们快走 还没结束呢 我看 有的人 还不想让我们走吧 灵燕师姐 沧海万象已经在我们手里了 你不会真想动手抢吧 才拿到手而已 秦破天现在还来不及感悟吧 那个保护的屏障 难道你们还能再使用吗 叶宇 好像的确不能再使用了 只要使用一次 姐姐 他们刚救了我们 我们就要抢他们的沧海万象 是不是有点 算了 灵燕师姐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们的目标 原本就不是沧海万象 只是打算 如果你没能力拿到 我们就抢过来 但既然你们现在已经得手 就当是 还了当初我妹妹 在阴种欠下的人情 从此两清 下次见面 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对不起 一开始骗了你们 但你们放心 我姐姐虽然向来说话比较强势 可从不会伤害同盟性命 不止说话强势啊 没关系 至少我知道 小师姐就舍不得对我动手 我现在可打不过你了 不过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其实 是你舍不得对我动手吧 我 刚才是被一个小姑娘调戏了 什么调戏 你被罚好人卡了知道吗 清哥 怎么了 叶昀 沧海万象 是你和我共同破事获得的 这一路 也是你在帮助我 你 别 你也看到了 多少人想要你手里这个法宝 我可不想再给自己惹麻烦了 更何况 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做呢 对这些没兴趣 没 没兴趣 你还是叶昀吗 唉 我也是看在我们同门和秦先生的面子上 才敢来救你的 你既然已经拿到东西了 就快离开吧 这里很危险 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你的确和上官则说的一样 变得更令人钦佩了 遗址内还有很多敌人 你保重 好 我们学院见 那颗玉珠 承载着沧海万象 但沧海万象 毕竟是战技 并不是法宝 所以演化出战技中的道运 才是最重要的 幸好 分解演化道运 对我来说 都轻而易举 造化觉 这就是沧海万象 能免疫攻击 恢复灵力 但一天内 只能使用一次 还不能使用战技 那如果碰上了 比我强许多的敌人 不就只有带球跑了吗 怎么回事 这是沧海万象 营造的幻象吗 爹 娘 不愧是天平战技 沧海万象 原来还可以创造出 真正从内心击溃对手的幻象 就算我掌握了这一战技 稍有不慎 反而自己会遭到犯事 那就是真眼教的苏四象 它面前的是王品定像图吧 好像是和叶石家的 他们都聚集在这儿 那传说中的镇教之宝 是不是就在这座山上 一群鼠辈 还敢妄想镇教秘术 他到底醒不醒 拿着王品定像图 还找到 这是废话 圣子殿下 这等地形术 怕是陷在东圣神州 很难有匹敌之人了 你们快看 终于找到了 原始圣帝的遗址核心 内门帝的所在 竟然真的被他找到了 我们走 这里仍然有限制 无法腾空 苏四象 这是怎么回事 地象不是被你破了吗 这里的一山一木 都是地象构造 就算是原始圣帝的 弟子到了这里 也要老实地 一步步登上去 你要是不行 就留在下面等消息吧 可恶 修行完沧海万象后 竟然突破到了 天人镜七处 这趟原始圣帝 没白来 糟了 差点忘记 前辈交代给我的任务 似乎真的有感应 这就是通往 核心遗址的路吗 光站在这里 就能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地象之势 我 人 我的天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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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的手段 对你使用战技实在浪费 顾少爷好自信啊 看来伤势恢复得不错 不过友情提醒你一句 低估小爷的人 最后都没什么好下场 我虽然不负神通 但镇压你 银儿一举 喂 小爷忙着呢 谁有空跟你一战 一边玩去吧 你 给我等着 还好我们有盗玩家去 应该能坚持到山顶 但是 这里的地象树压制还是很强 而且 前面越来越陡峭了 这里的地象复杂多变 本就艰难 但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机缘 兄弟们 大能者的道路 已经为我们铺好 胜利 就在前方 只要我们坚持 那 那是谁 不好意思啊 麻烦让一下 我可不是故意的 又来 你 你 你们不要哭了 人家好不容易爬上来 你居然还把人家挤下去 能不能有点人道主意啊 那是先担心你自己吧 可恶 要不是那两个臭小子 我们可能就是除了真眼教外 第二个找到遗址核心的人了 他们是没受到地象压制吗 我记得真眼教那个圣子爬上去时 看起来也没那么轻松啊 我认的其中一个 是古世家的顾星辰 东圣神州十大人杰之一呢 那另一个小子是谁啊 到了这里 地象之事便消失了 苏四象和他那两个护卫呢 这里不是山顶 应该还有别的路 他们应该就在附近 是巫道石 圣子殿下 这里有巫道石 太好了 你们守住这里 别让其他人过来 是 啊 啊 啊 总算甩掉那小子了 嗯 哼 这已经是真眼教的领地了 给我滚下去 快点 啊 小猫 呀 你们真眼教 还真是一群厚脸皮的家伙 哦 是谁 叶雨 你 又见面了 看来我们缘分不浅啊 啊 阁下是哪个教派的弟子 敢和真眼教做对 哼 谁做坏事还要自报家门啊 真眼教的圣子都这么无脑的吗 你 叶雨 哼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被灭门的毕涛阁的余孽 好像和莫无伤大人关系匪浅 还有 就是你杀的苏阳 哼 苏阳 苏阳是谁啊 哼 不好意思啊 我从来不记手下败将的名语 你 啊 小鸟酒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好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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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谢谢你星辰哥 啊 一羽 你也在这儿 真眼教的圣子 顾星辰 宁家两位小姐都来了 还真是重现了当年各势里剿灭原始圣地的景象 叶雨 却你现在离开悟道石附近 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 人越来越多了 真是麻烦 不过 这悟道石 要 糟了 火道石中的道音认主 我们现在 就算拿到悟道石也没用了 悟道石 能够帮助法山境以下的修行者迅速提高境界 也只有原始圣地 才会有这样的机缘 怪不得他有强 但竟敢直接和真眼教作断 真是愚蠢 这小子吃错药了吗 怎么敢惹真眼教的人 他不会还以为我们会帮他吧 你竟然敢拿走真眼教看上的东西 哼 巧了 你们真眼教看上的宝贝 我偏要抢过来 对了 你刚才说的苏阳圣子 就是被我在鬼穴打败的 怎么样啊 你要为他报仇吗 你 他敢如此嚣张 难道背后真的有什么势力吗 苏九圣子 别着急 总有一天 我要将你们真眼教的圣子 图个干净 哈哈哈 这小子 怎么笑得像个反派一样 哈哈哈 图个干净 啊 就凭你 这家伙怎么也在 苏四相 他抢走了我们真眼教的悟道石 你作为首席圣子 可得好好教训他 谁说那是真眼教的了 我可没打算把那块丑石头带回去 什么 幸好 吓死小爷了 那圣子殿下到这儿来做什么 路过 悟道石 能者得知 杀了他 悟道石自会重新认住 杀了他 悟道石自然会重新认住 啊 你 苏四相 借刀杀人是吧 有本事你回来咱们打一架 莫大人不是说苏四相 在暗中拉拢叶语吗 怎么现在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叶语 上次我便说过 人情还完 我不会再客气了 劝你现在自斩道行 将悟道石的道运斩出 我还能保你一命 今天 就算是神仙来了 也保不住你的命 没错 叶语 你今天一定得死在这儿 哼 没想到你们居然能从地象阵里出来 哼 灵山寺庙中的地象术确实高神 不过你叶语能破 难道我就不能破了 宁燕师姐 你看周围一群豺狼虎豹 我要真把悟道石交给你 那才是小命玩完 叶语 怀必其罪 这都是你太张扬的后果 悟道石我要了 你的命我也要了 哼 各位都想取我姓名 但这悟道石也只有一块而已 怕是你们不够分吧 少在这里耍花招了 你以为我们还会 的确 能者得知 我们还是分个先来后道 圣子殿下 叶语诡计多端 您还是以大局为重的好 我圣子的尊严 真眼教的尊严 便是最重要的 谁要现在插手 就是和真眼教为敌 真眼教的圣子亲自替我们出头 我们怎么会继续插手呢 本想看在静怡的面子上留他一条见命 可惜他惹上了真眼教 也好啊 省去我更多麻烦了 好了 你小子有什么花招 尽管使出来吧 在这里战斗再合适不过了 哼 地下阵 这种低级的地下阵 只能勉强压制我的灵力而已 隔壁浪费你的灵石呢 不 我是为了让你感受一下 苏扬是怎么败在我手里的 尽凭一个地下阵 你就想打败我 你哪里来的勇气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能耐 就只会像老鼠一样跑来跑去吗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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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魂炽 满黄鹿 咳 咳 叶羽竟然已经突破到天人镜七重了 原以为那个圣子能替我收拾掉他 看来还是我低估了叶羽的实力 你不是蛮族的人 才会蛮族的秘书 还能爆发这么强的威力 天才的实力 总是让人难以理解 否则 苏扬也不至于败在我手上 你 圣子殿下 真是高明 让苏九圣子 不得不和实力同样不凡的 几人相争 这样 我们就暂时甩掉他们了 那一块悟道石便争起来 真是一群目光短浅之 圣子殿下 如果那真的是悟道石 对您的修行也有益处 您就这么让给苏九圣子了吗 悟道石在百年前 都是无上至宝 如果真的还有存留 又怎么可能草率的放置在外 不过是原始上帝的先祖 打造的赝品吧 万一苏九圣子出了什么意外 长老真的可能会把这笔账算在您头上 遗址内龙争胡斗 苏九被选进这里 本来就意味着可能牺牲 再说苏九的确不算多强 但叶宇想要打败他 可没那么容易 比苏阳还不扛揍 你们真眼教的圣子 就这点能耐吗 杀了他 圣子殿下 竟然敢侮辱圣子 叶宇 你是不是还没遇见过 天人静巅峰之人的实力 你现在也就天人静八宠吧 就算巅峰又如何 你们真眼教的功法 无非就那几套 真眼教功法 那不过是辅助修行的战技罢了 你以为仅凭这点本事 就能当上真眼教的圣子吗 灵巅 你的灵巅就是个酒糊落 是打不过就和对手喝两钟 化敌为友吗 是要请你喝一壶 酒圣诀 万象皆春 啊 野人静地九重 速决竟然瞬间突破了 原来的 将所有灵域注入自己名下 经过灵巅的转换 能使自己强行突破境界巅峰 虽然有点玉石巨峰的意思 但对付只有天人静 鸡虫猎语 倒是绰绰有余了 哼 小看真眼教任何一个圣子 都是会付出代价的 姐姐 我们 别任性了 你看看他惹上的这几个仇家 有几个是简单的人物 你管得了吗 命家两位小姐 看上这样的同门师弟 也太不幸了 你 全民殿下怕是误会什么了 在这里 我们代表的是宁城府 叶宇同样代表不了 阴阳学院的立场 全民殿下 还是不要树立太多敌人为好 哼 蝼蚁也想撼动大象 今天我就替苏阳报仇 顺便替莫大人 剿灭你这个必偷格的愚映 哼 你家大人都还没本事把我搅灭 你算什么 今天 我必要杀了你 九尚绝 当落 你凌下 防臂当车 感觉 鼠臂这么沉 我的攻击也变慢了 啊 啊 啊